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学习个人所得税的相关内容 我们之前的课程针对于个人所得税的九项应税所得 征税范围这一块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解读 然后另外针对于这九项应税所得对应的应纳税额的计算 也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接下来还有几个小点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公益性捐赠的扣除规定 那这个考点也相对的比较重要 公益性捐赠显然它是在你取得所得的基础上 你把你其中的所得的部分给它捐赠出去了 对不对可以不分捐赠的呀 那这一部分捐赠到底能不能在睡前扣除 是我们这个考点所诠释的 当然我们要注意根据捐赠对象判定 是睡前全额扣除还是限额扣除还是不得扣除 要进行区分来具体来看 如果是个人通过非盈利的盈利性的社会团体 和国家机关捐赠 向哪的 向老少鸿农的捐赠 这个时候准以全额税前扣除 老少鸿农指的是 福利性非盈利性老年服务机构 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 红市红十字视野 农市农村义务教育 好了四个字啊 小口诈来记一下 如果是向老少鸿农的捐赠 这个时候准以全额扣除 你捐多少 咱们在因拿于所额中给他减掉多少 还有个人通过特定的基金会捐赠 向公益救济性的捐赠 我们同样也是准以全额扣除的 那么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一般捐赠呢 个人通过中国境内的公益性社会组织 国家机关捐赠 向教育扶贫 寄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的捐赠 这个时候是限额扣除的 怎么个限额法 一看到限额你是不是有点兴奋 你先来看它是怎么个限额法 是捐赠额不超过纳税人申报的 因纳税总额 因纳税所得额 30%的部分 可以从因纳税所得中扣除 这里有限额对不对 既然有限额 咱们以这条件会告诉大家的 那我们直接用就可以了 这里的因纳税所得额提醒一下 它指的是扣除捐赠额之前的因纳税所得额 也就是说 咱们之前那么多所得 已经算出来因纳税所得额了 对不对 那我们第一步算限额 用因纳税所得额 然后乘以30% 因纳税所得额 然后乘以30%来进行确定 然后接着第二步 找实际发生额 也就是实际捐赠多少呀 第三步 它们进行比较 谁小按谁扣 是不是还是这个固定的步骤啊 那么你确认完之后 你能扣除多少 再从之前的因纳税所得额中 把这个捐赠额给它扣除 就可以了 这是因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 限额扣除它的运用问题 不难吧 那么除了上述所说的 全额扣除和限额扣除 其他的 如果不符合捐赠规定的 或者是直接向受赠人的捐赠 是不能在税前扣除的 另有规定除外 好了 直接捐赠 不能在税前扣除 这一块 跟企业所得税也一样吧 企业所得税 如果是公益性捐赠 我们有限额扣除 当然目标 脱贫地区有全额扣除 如果是直接捐赠呢 是不得扣除 所以直接捐赠 不得税前扣除这一块 和企业所得税基本一致 OK 那这一块也是属于我们常考的 可以考文字 也可以结合计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2019年12月 中国居民林某购买体育彩票支出400元 取得一次性中奖收入4万元 将其中1万元通过非盈利社会团体 捐赠给红十字事业 然后林某选择在偶然所得中 扣除该笔公益性捐赠支出 以至偶然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20% 问最终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是多少 不考虑捐赠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非常简单 彩票支出不能扣除 因为偶然所得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扣除呀 所以我们直接用4万 然后乘以20%对不对啊 扣算也能算出来 但是这一题有捐赠 而且老少红农的捐赠 它是全额扣除的 全额扣除 咱们之前所说的没有什么扣除 是说的是你不用定额扣除 你也不用定律扣除 但是有捐赠了 你当然能扣除了啊 所以1万的 像红十字事页的捐赠 它是可以全额扣除的 既然可以全额扣除 扣除这一部分捐赠 因纳税所得额 算出来了 再乘以20%就行了呀 所以这一题口算 我们能选出来A为正确答案 对不对 哎 这是一个全额扣除 咱们考试还考不那么复杂呢 他都没有考你限额扣除 那稍微提醒一下 400的彩票支出 它是不能扣除的哟 好 这是这一个问题 好了 捐赠 什么说完了吧 公益性捐赠的问题 稍微要注意 第一个全额扣除 要注意老少红农 老少红农的这个捐赠 关键字眼 那限额扣除呢 要注意它的一个 计算的一个运用 它是在应纳税所得额的基础上 乘以30%来算限额的 第一步算限额 第二步找实际发生额 第三步进行比较 好 那么还有一些不得扣除的 比如说直接的一些捐赠 它就不属于公益性捐赠了 那就是直接的一个捐赠 不属于公益性捐赠 OK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三种情况 它都会以不同的形式 去设计考题 OK 这是公益性捐赠 我们接着再来看 居民个人取得境外所得 咱们之前所说过 居民个人 它的征税内项是包含 境内所得和境外所得的 全部所得 对不对 那么针对于境外所得 基本是 不怎么涉及考题的 咱们主要以理解为主 因为这一块呢 今年咱们有一点点的新增点 所以还是注意一个小选择题的 或者是小判断 OK啊 这个考点考察评次是极低的 咱们主要了解 居民个人取得境外所得的 税务处理问题 来 简单了解一下啊 那首先 是合并还是单独计税 来看一下 居民个人 从中国境内外 取得的综合所得 经营所得 应当分别合并 分别合并计算 应纳税额 而从中国境内外取得的 其他所得 其实也就是四小项 这个时候呢 应当分别单独计算 应纳税额 啥叫分别合并 啥叫分别单独 来解释一下 那分别合并指的是 境内外的综合所得 合并计税 因为是居民个人呢 他本身就是针对于 境内和境外的 全部所得计税 对不对啊 那我们境内外的 经营所得合并计税 这叫分别合并 我们境内外合并 然后综合所得 跟境内所得 你们俩又不合并啊 要注意一下 境内外的综合所得 你们合并一下 然后这个境内外的 经营所得合并一下 这就叫分别合并 然后分别单独呢 四小样的境外所得 不与境内所得合并 应该分别积税 也就是四小项来说的话 那么境内所得 我们算自己的 境外所得算自己的 咱们都是分别单独计算 谁也不合并谁 好 OK啊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主要是小判断 好 OK啊 这个过了 咱们再来看第二个 抵免税额 抵免税额这个问题啊 其实说白了 和企业所得税的抵免税额 大致一样的原理 啥意思呀 哎居民个人是不是 针对于境内外的 全部所得都要在我国 缴税 没问题吧 但是针对于取得境外的 所得 他同样 他在境外缴税吧 那么这一部分境外所得 在境外缴税 又回来还要在我们国家缴税 那税幅还挺高的 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征税 我们针对于在境外缴纳的税款 是准与抵免的 准与抵免的 抵免额不得超过 该纳税人境外所得 依照个人所得税法 规定计算的一纳税额 那这个跟企业所得税也一样啊 抵免限额怎么算啊 用境外的所得 乘以境内的税率 比如说 我们的四小巷 一般的税率是20% 那你这个抵免限额不就出来了吗 具体的个人所得税 在这一块的计算 利免 没怎么出过 但你即使 你想了解 其实就是按照 企业所得税的那个 抵免税额的套路 走就行了 好我们再来看啊 可抵免的境外所得税额 不包括以下情形 可抵免的 那这个是属于我们 2022年新增的 你也不需要死境背 这一块不至于 他如果考的话 他有可能就是前线了啊 我们简单过一下 按照境外所得税 法律属于错缴 或者是错征的 境外所得税税额 错缴错征的 可抵免吗 当然不能了 你既然错 你得有更正的问题 对不对啊 按照我国政府签订的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以及内地与香港澳门签订的 避免双重征税 安排规定 不应征收的境外所得税税额 这些都是属于常识吧 那你本身 你都已经是属于这种 不应征税的境外所得税税额 那你这个时候 你还抵免什么呀 没有抵免的问题了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因少缴或者是持缴 境外所得税 而追加的内息支纳金和罚款 我们抵免的是税额 那也没有这个 抵免利息支纳金和罚款的问题 而且这是少交和持交造成的 更不用了 那么第四个 是境外所得税纳税人 或者其利害关系人 从境外征税主体 得到实际返还 或者是补偿的 境外所得税税款 我们现在抵免呢 是为了避免重复征税 那么针对于境外的 以纳税款 你又得到了实际返还和补偿 你还有抵免的什么 这个问题呢 第五个啊 按照我国 个人所得税法的一些规定 已经免税的境外所得 负担的境外所得税款 这啥呀 其实啊 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 它是急于免税的 但是针对于这个所得 在境外已经交税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国家是免的 我们也不会再去争议的了 所以呢 对于抵免 也没有抵免的问题了 咱们就不管了 你境外交过就交过了 反正咱们国家 针对这个 我也不重复争议的 因为已经免了呀 好 这几个啊 是不包括以下情形的 OK 即使出现 我们也是非常好的 能判定出来 要么ABC 要么给你一个其他的选项 非常明确 你是需要抵免的 比如说 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 你当然要抵免了 对不对啊 那其他的这几项 是不需要抵免的 是不包括这几个情形的 OK 这是这个小问题啊 简单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关于居民个人 境外所得的 这个处理问题 咱们就说到这里 非常简单 一个小尾巴 那么到这里来说 针对于第七单元 个人所得税 应纳税额的计算 咱们说完了吧 首先 首先针对于这九项所得 集税 征税方法 还记得吗 三类 第一类是 工 劳 特 稿 那么他的话 是综合征收的 是综合 征收的 而且 按年 会算 还有按月 或者是按次 预扣预角 嗯 接着再有 经营所得 经营所得 他是按年 计税的 按月 或者是按计 预扣预角 然后接着 是四小项 立足转偶 好 那么他们呢 那就是分类征收了 人家各自单独征税 好 这是他们这几个的征税方法 那么接下来这几个讲解 也都是围绕着这九项分别来的 那你比如说 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 综合所得 这两项不就是针对于功劳特高 来进行去 诠释他的计算的吗 一个是年度会算 一个是预扣预角 那接着 还有经营所得 以及分类所得 咱们都在针对于这九项所得来一一诠释 而且中间还加得了一些细节的问题 来 简单过一遍 居民个人综合所得的 年度会算和预扣预角 综合所得针对的是功劳特高 这几个啊 年度会算是按年 按年 而且合并 积税的 按年合并积税 他算因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有收入额 减去各项扣除 收入额怎么确定 以及各项扣除分别减出什么 以这条件 很多都会给你 还有很多的细节 比如说专项扣除是啥 专项附加扣除又是啥 具体的判定 他能够减出多少 还有其他扣除又是啥 要注意区分 好 那预扣预角呢 预扣预角 工资和劳特高 它的预扣预角方法不一样 工资采取的是累计预扣法 先算累计数 再算本期数 而劳报酬 搞酬所得和特权使用费呢 它是 首先要把这个收入和 4000进行比较 它是减800 还是减20% 它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预扣预角 咱们也基本上都给大家总结过了吧 那接着居民个人取得一次性 大额所得 一般来说 应纳税额的计算 咱们不会在这儿考 那么这一块主要去把握的是 它这几个大额所得呢 一般来说 都是不并入综合所得 单独计税的 是不是 绝大部分情况都是这样 那么还有非居民个人 功劳特高 应纳税额的计算 那么这个主要 针对于非居民个人而言的 他们呢 主要是工资减5000 然后劳特搞 他们几个是减20%的费用 搞依然是有一个减70%的问题 它这一个是非常简单的 它是分别计算的 没有汇算倾角的问题 而经营所得 经营所得也不麻烦吧 经营所得主要和企业所得税 扣除项目 然后进行对比去学习 绝大部分都是一样的 有部分的不一样 那你就特殊掌握就行了 然后分类所得 分利所得是四小项啊 那么这四小项的分类 所得的一个应纳税额计算 应纳税额都有一个固定的公式 是应纳税所得额乘以税率 税率一般是20% 而应纳税所得额 哪些能扣除哪些 没有扣除 内息股息红利所得 以及偶然所得 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扣除 而这个财产 租类所得和财产转让所得 是有扣除的 好 那么对于九项所得 它如果有捐赠的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要看 它是全额捐赠 还是限额 它是全额扣除 还是限额扣除 还是不得扣除 来注意这几个的一个小规定 那么最后呢 是一个小尾巴 是居民个人取得境外所得 注意分别合并 分别单独的 哎 这样的一个小问题 以及我们抵免税额的 今天新增的那个小点 理解为主就可以了 好这是我们第七单元 应纳税额的计算 属于我们学习的重点 特别特别注意 居民个人综合所得的 难度会算和预会预角 还有分类所得 这个问题 他们属于我们考试的 长考点 OK 那我们接着再来学习 第八单元 个人所得税 税收优惠 与征收管理 那第八单元的问题呢 税收优惠 征收管理 就这两个点 其中税收优惠 相对比较重要 其实咱们这个税收优惠 在前面 征税范围的时候 也就是应税所得项目的时候 有部分的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那么税收优惠这个考点呢 可以结合计算型考题去考察 也可以单独去命制文字体考察 要特别注意 税收优惠和征税范围的结合名题 好看一下啊 那在第六单元考点23 你就去翻看一下就行了 应税所得项目和第七单元考点 应分类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其实这里面都涉及了很多的免税 再免征税 不征税的优惠问题 在这里讲过的 我们就不再追溯了 对于其他的免税 再免征税和再不征税的项目 我们来统一看一下 当然这些属于常考的 咱们教材里面列制的非常多 那常考的基本上 我都给大家列出来了啊 首先第一个 福利费 抚恤金 救济金 第二个 保险赔款 注意老师标栏的部分 都是属于我们更常考的 保险赔款 免税 军人的转业费 复员费 退役金 免税 企业按照规定破产 企业职工从该破产企业取得的 一次性安置费收入 以及被拆迁人 依照相关规定标准取得的 拆迁补偿款 拆迁补偿款 还有个人办理 带扣带脚手续 按规定取得的扣脚手续费 这个也是免税的 个体工商户 个人徒资企业 合伙企业 或者是个人从事 种植业 养植业 饲养业 补劳业 取得的所得 也是免税的 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 各国驻华使领馆 外交代表 是这个领事官员和其他人员 取得的所得 那也是免税的 外籍人员取得的下列所得 这几个也是免税的 但这几个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外籍个人 如果是以非现金形式 或者是时报时销形式 取得的住房补贴 伙食补贴 搬迁费 洗衣费 那么是属于免税的 按合理标准取得的 境内境外出差补贴 免税 探亲费 语言训练费 子女教育费 经当地税务机关审核 批准为合理的部分免税 那最后一个稍微注意一下 外籍个人 从外商投资企业 取得的股息红利 那么这个也是免税的 OK 这一块考察的频率 没有那么高 所以咱们稍微注意一点点的 关键字眼就可以了 考试前你都不用看这个 外籍个人的相关问题了 OK 把第一条和第四条 稍微注意一下关键字眼 外商投资企业 取得的股息红利 一般的来说 如果是居民个人 那这个时候 他是要征税的呀 但是外籍个人 这个时候是免税的 好 我们来看几个题目 根据个人所得税 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个人所得税 免税项目的事 是说的不属于 那我们排出法就可以了 A 军人转业费 付员费 它都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抚恤金 救济金 也都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保险赔款 刚刚才说过 也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而通讯补贴收入 不免 而且咱们在征税范围 就是应税所得项目的时候 还单独说过这一点 它是属于工资 薪金所得呀 好 OK 那所以这一题 我们不免税的 直接选递就可以了 对于因公务用车 和通讯制度改革 而取得的公务用车 通讯补贴收入 扣除一定标准的 公务费用后 按照工资薪金所得 既征个税 工资薪金所得 所以它是不免税的 OK 这一题过了 我们再来看 下列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有 是一个多选题 银行储蓄存款利息 这个还记得吗 咱们在讲应税所得项目的时候 利息股息宏利纳 也给大家说过 它是免税的 对于国债利息 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和银行储蓄存款利息 都是免征个税的 保险佣金 是吗 我们这种证券经纪人 取得的佣金 以及保险营销员 取得的佣金 它是属于劳务报酬所得 不免税 所以选项B 我们是不能选的 那接着 按照国务院规定 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 免税 咱们在讲应税所得项目 工资薪金所得的时候 提到了这一点 对于政府特殊的津贴 那我们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还有退休工资 当然也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了 OK 那么这一题 我们就直接选ACD为正确答案 选项B 它是按照劳务报酬所得 来去征税的 那并不是免税的啊 OK 这是这个问题 那说完刚才常见的免税项目 我们再来稍微过一下 减税项目 那么这三项是属于减税的 残疾 孤老人员和猎属的所得 那这一块啊 那就简单和免税项目区分一下 万一考题里面 给你这样 他问你是不是免税 你也得稍微有点认知 当然考前 你可以不用在这儿去花太多精力了啊 对于残疾 孤老人员和猎属的所得 我们不是免税的 而是减税 因为自然灾害 遭受重大损失的 那我们也是有减税的优惠 还有国务院可以规定 其他的减税项目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委委员会备案 好 这是一个备案的问题 减税所得 咱们简单 熟悉一下就可以了啊 主要是那些税税优惠 其实讲过了非常多 不仅仅这里的文字哦 来 税税优惠 我要给大家稍微 过一下它的考点啊 税税优惠 咱们一定一定要结合 征税范围来进行学习 征税范围 那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给大家一一去解析的 非常多 比如说工资这一块 咱们是不是也说到很多的一些退休工资呀 是免税 等等的一些免税的项目 还有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一些 财产转让 比如说转让上市公司股项 免税 转让挂牌公司原始股 是征税 非原始股 免税呀 还有我们其他的 比如说偶然所得 里面也讲了很多 对不对啊 比如说付奖赠 那付奖赠那些 如果是价格折让折扣性质的 咱们不征税呀 如果是这种买手机送话费 那这个时候 这个不征税呀 那如果是消费积分反馈的礼品 不征税呀 还有无偿赠予房屋 如果是赠予至亲的 那或者是赠予赡养人的 或者是这种死后继承的 那这个时候不征税呀 是不是啊 非常非常多的 不征税免税 以及我们的这个 一些这个征税的相关问题 那当然 还有我们的这个 利息股息红利里面 咱们也提到了 如果针对于上市公司的话 我们要根据这个持股期限 来去确定 它是征税 还是免税 还是说减半征税呀 总之每一个项目里面 咱们特别是在征税范围里面 讲了非常多 还有一点点在计算里面 也给大家稍微涉及了 这都是属于 税收优惠的问题呀 那税收优惠除了这些 比较常见的以外 还有一些文字性的 比如说刚刚的一个 保险的赔款 然后军人的转业费 破产企业 收取的这种补偿款 还有拆迁补偿款 然后还有其他各个各项的 一些文字型的 也是属于非常常见的呀 总之每一个项目里面的 征税范围 重要那不仅是征税范围呀 还有一些纯文字 对比的一些考察 它有时候也是结合于 征税范围一并去考察的 只是给大家放了 两个不同的位置 OK啊 都要去重点把握 当然这一块 还可以融入计算去考察 分别的问题 你去找什么呢 也不用四经备 在征税范围里面 多听两遍 计算里面 稍微结合计算 过一下就行了 因为计算本身就属于重要考点 而叙述优惠 把刚才给大家点的那几个 特别是标栏的 给它稍微的多读几遍 多看几遍 自然而然就可以了 不要在这儿 花费太多的一个记忆精力 好 OK啊 这是这一块 那么我们接着再来看 最后一个考点了 是征收管理 这个考点呢 考察的频次不算太高 但偶尔也会有 但是有的话不会考太难 咱们学习的时候 主要以理解为主 然后注意 纳税人办理纳税申报的情形 以及纳税期限的相关记忆问题 有点小记忆 OK来看一下纳税申报啊 个人所得税 以所得人为纳税人啊 小燕老师 有所得 那我就是纳税人呢 以支付所得的单位 或者是个人为扣缴义务人 那那就一样啊 冬奥给我发工资 那冬奥他就是扣缴义务人啊 对不对 接着扣缴义务人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 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 并向纳税人提供其个人所得税 以扣缴税款等信息 好 那么接着扣缴义务人 每月或者是每次预扣 然后代扣的税款 应当在4月15日内缴入国库 并向税务机关去报送 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表 这是一个了解事项 对扣缴义务人 按照所扣缴的税款 付给2%的手续费 单位 他为啥给你扣缴 他有手续费的 有手续费的啊 他收手续费的 也就是说 对于税务机关 他是给这个单位手续费的 所以啊 我们这个单位 他得全员全额的扣缴申报 OK 那下列情形之一的 纳税人应当办理纳税申报 哪些应当办理纳税申报呢 在这个左边是应当办理的 我们看一下 取得综合所得 需要办理会算清缴的 会算清缴 你得自己去办理纳税申报呀 然后还有 取得应税所得 没有扣缴义务人 没有人给你带扣带脚 你得自己去办理纳税申报吧 还有 取得应税所得 扣缴义务人 没给你扣缴 这个时候依然你要去办理纳税申报 另外取得境外所得 也没有扣缴义务人吧 那这个时候 你自己去办理纳税申报 你以余计境外 注销中国户籍 其实也是一样啊 也没有人给你扣缴吧 那这个时候 自己去办理纳税申报 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 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 薪金的 那两处以上的话 有可能 这都给你去这个 呃 带扣带脚了 但是的话 两处以上 有可能你要合并计税 你这个时候也是涉及到 需要自己去纳税申报的问题啊 哎 了解一下啊 还有其他情形 那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第一个 需要办理 会算清缴的 到底有哪些情形 那取得综合所得 需要办理会算清缴的 那四种情形 来 前两个是有一点这种 嗯 定量的 是两处 或两处以上 取得综合所得 且综合所得 年收入额 减去专项扣除的余额 超过六万元 这个时候 是需要办理会算清缴 收入额 减去专项扣除超过六万元 办理会算清缴 还有呢 取得 劳务报酬 搞酬所的特决使用费 那么其中一项 或者是多项所得 且综合所得 年收入额减去专项扣除的余额 超过六万的 哎 这是定量的标准 也就是收入额减去专项扣除的余额 如果超过六万 这个时候 你需要去办理会算清缴 你自己核算一下自己啊 另外 三四条呢 说的就是 你如果预缴的低于应纳的 你要补税啊 那要办理会算清缴 还有就是 你预缴的大于应纳的 这个时候 你可以申请退税啊 所以也要办理会算清缴 OK啊 这是四种情形 纳税人可以委托扣脚医务人 或者是其他单位个人 办理会算清缴 可以自己去 也可以委托扣脚医务人 给你去 办理会算清缴 都是可以的 OK 我们再接着来看 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时间 那么这个专项附加扣除 我们要单独的去看 专项附加扣除 涉及到你个人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 你有没有年满三岁的子女 教育支出 然后你有没有 这个六十岁以上的 赡养老人支出 你有没有住房贷款 或者是住房租金支出 你有没有大病医疗 或者是继续教育的一些支出呀 那具体的这些都是属于 你个人信息 当然单位不可能 全部的去把握 所以呢 你是需要去向单位报送的 那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时 可以向扣缴医务人 提供专项附加扣除有关信息 然后由扣缴医务人 扣缴税款的时候 减除专项附加扣除 是可以的 其实也就是说 那对于取得工资的时候呢 单位给你预扣预缴 个人所得税对不对啊 在预扣预缴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去享受 减除专项附加扣除的 这样的一个扣除的问题 当然如果你忘了扣除呢 你年周汇算的时候 也是可以给你扣的 好 这是这个 接着第二个 纳税人同时从两处以上 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并由扣缴医务人 减除专项附加扣除的 对于同一附加扣除项目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只能选择从一处 取得的所得中减除 这个当然了 你的专项附加扣除 是指的是你有没有这六项 这个支出对不对啊 而且是定额扣除 而且他们有住房贷款 和住房租金还是互赤的 那对于这种情况 你发生多少 定额扣多少 你只能扣一份 你也不可能 在这个单位扣一个 在这个单位扣一个 那是绝对不行的 第三个 居民个人取得 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 特许前使用费所得 应当在汇算清缴的时候 向税务机关提供有关信息 减除专项附加扣除 这个就直接在 汇算清缴的时候 去提供信息减除 专项附加扣除就可以了啊 这是这一个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题目 下列情形中 纳税人应当 依法办理纳税申报的用 纳税申报 那就刚才那么多情形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坑点 我们一般全选啊 我们来看一下 取得综合所得 需要办理互算清缴的 要应当办理纳税申报呀 然后还有 居民个人取得境外所得的 那办理纳税申报 应移居境外 注销中国户籍的 纳税申报 然后非居民个人 在中国境内 从两处以上取得 工资信息所得的 依然都需要办理纳税申报 刚才那个题 那几种情形啊 咱们都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也就是这里列制的 七种情形 都是需要办理 纳税申报的 好 就是这个啊 好 我们继续来看 纳税期限的问题 关于纳税期限 考过成绩一题 也就这种 小时间段的成绩一题 那要注意 当然我们还是 学习的时候 以重点为主 来 有部分的内容 咱们在前面 已经学过了 我们就当复习了 好 来看一下啊 纳税期限 居民个人 取得综合所得 按年计税 还记得吗 年度会算吗 如果有扣缴义务人的 那么扣缴义务人 按月或者按次 预扣预缴税款 需要办理年度 会算清缴的 应当在取得所得的 次年3月1日 至6月30日内 办理会算清缴 把这个时间段 给他记住 他是属于一个考点 并且当成常识 一样的记住 也就是 咱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小杨老师 在2021年 如果取得 工 劳 特 稿 这四项所得 这是年收入啊 我都有吧 哎 这个时候 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有扣缴义务人 如果是啊 那扣缴义务人 他会按月 或者是按次 预扣 预缴税款 比如说工资 每个月给我发工资的时候 那单位都会给我预扣预缴 个人所得税呀 而劳劳报酬 偷钱 使用费 搞酬所得 在支付给我的时候 也都会预扣预缴 个人所得税呀 那除此之外 我的税付其实还没有完 我在2022年的3月1日 到6月30日 这个时间段 我需要去做挥算轻缴 也就是说 按照咱们之前所学的 年度挥算的那个公式 再算一下 然后算一下 哎 你看看有没有差异 和预扣预缴的 一般来说 有差异的话 我们当然多退少补就可以了 这才是我们做 年度挥算的一个必要性啊 如果你之前 预扣预缴的比较少 我当然要补税了 如果预扣预缴的比较多 我要申请退税呀 所以时间段 要注意了 在2022年的3月1日 至6月30日 我要去做2021年 整个年度的 挥算轻缴问题 这就是这个二 来 我们再来看 非居民个人呢 非居民个人 如果取得这四项所得 有扣预缴人呢 哎 也可以 带扣带缴 不办理 挥算轻缴 注意一下啊 他是不办理 挥算轻缴的 因为他没有 预扣预缴的问题 他不需要 他是直接带扣带脚 非常简单 那纳税人取得 经营所得呢 经营所得 这个时候 同样按年计算 由纳税人月度 或者是季度 中两后15日内 向税务机关 去报送纳税申报表 并预缴税款 在取得所得的 次年3月31日前 半里挥算轻缴 哎 这个时间和我们综合所得 这个刚才所说的 那个时间段不一样吧 它是次年的 依然是次年 3月31日前 而刚才的是 3月1日至6月30日 好 接着 纳税人取得分类所得 也就是立足转偶 这四项所得 按月或者按次 既征个税 有扣脚义务人的 有扣脚义务人 哎 按月或者按次 带扣带脚就行了啊 这是这个问题 接着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 没有扣脚义务人呢 那这个时候没办法 你只能是自己了 取得所得的 次月15日内 向税务机关 报送纳税世贸表 并缴纳税款 那如果 取得应税所得 有扣脚义务人 但是没给你扣脚呢 那这个时候 应当在取得所得的 次年6月30日前 缴纳税款 然后税务机关 通知限期缴纳的 这个纳税人 应当按期去缴纳税款 如果居民个人 从中国境外 取得所得 这个时候 应当自取得所得的 次年3月1日 至6月30日内 申报纳税 好 这个 是不是跟刚刚的那个 取得综合所得 嗯 它是一致的呀 都是次年3月1日 至6月30日 接着 如果是非居民个人 在中国境内 从两处以上 取得工资 薪金所得的 这个时候 取得所得的 次月15日内 申报纳税 你看啊 一般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都是次月15日内 次月15日内 谁比较特殊呢 刚才提过的居民个人 综合所得 和这里的居民个人 从境外 从境外取得的所得 那么这两个 什么时候做互相倾角 是次年3月1日 到6月30日 为啥3月1日 那就是1月2月 给你时间干嘛呢 给你时间填各种的信息呢 咱们有一个时间啊 然后另外 经营所得的呢 经营所得按年计算嘛 所以它是次年的 3月31日前 哎 去办理这样的一个 互相倾角就可以了 而其他的绝大部分 都是我们这个 次月15日内 简单与个认知就可以了啊 咱们主要注意这几个点 OK 就是这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 居民个人 从境外取得所得 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 3月1日 至6月30日 来去申报纳税 所以直接选A就可以了 刚刚才说过 好 这是这个啊 一个小计算 一个小记忆 那下面呢 根据呃 规定 纳税人取得 经营所得 应该在3月31日前 办理会算清早 好 注意一下啊 这是19年 曾经考过的两个小题 OK 那么到这儿来说 我们针对于第八单语 个人所得税 税收优惠 与征收管理 咱们也简单的给大家说了 税收优惠的内容 是一定要结合于征税范围 也就是应税所得的项目 这个考点 应税所得的项目 这个考点啊 来进行去掌握 偶尔咱们在计算里面 也给大家稍微复习了一点点的 税收优惠的内容 一定要重点把握 税收优惠和征税范围 他考试可以考小题 在大题里面 往往会出现某一个问 征收管理 征收管理的问题呢 着重注意纳税申报的情形 咱们基本上也是ABCD全选了啊 而纳税期限的话 把那几个小重点给他把握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综合所得的 比如说取得境外所得的 还有就是经营所得的那几个小的分段的 注意一下啊 这是我们这个问题 那么到这儿来说 我们个人所得税的所有内容也学完了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第五章 结束了 那么第五章呢 咱们总共是分八个单元 总共是34个考点 其中前五个单元 咱们都是在说企业所得税 后三个单元是个人所得税 当然从考试的比重来说的话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基本上分值可以说是对半了 那顶多多一分的样子 也就是企业所得税多一分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前五个单元都是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征税对象税率以及征收管理 相对来说的话 征收管理 它偶尔会出现一个选择题 那么其余的应纳税额的计算 属于我们考试的重点 第二单元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那么其中呢 税前扣除项目 它在大体里面 可以说是必考的 然后呢 不得扣除项目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得扣除 你要记 常见的 你看多了 你自然就记住了 不用死尽被啊 而税前扣除项目 着重注意 限额扣除它的步骤 第一步 根据已知条件算限额 第二步 找实际发生额 如果有一些上年截转的 我们要用代扣金额来去替代 第三步 比较谁想按谁扣 好 当然 在涉及 限额扣除的时候 我们还要注意 纳税调整的问题 纳税调整 主要以理解为主 即可 当然 收入总额和不争税入 免税收入 收入总额里面 有非常多的碎点 那这些碎点 它往往出于小题 而第三单元的固定资产 也是属于我们考试的小重点 要注意 不能计算折旧 扣除的那几个固定资产的一个情形 那么第四单元 收入优惠也依然是属于我们考试的重点 特别注意几个点 比如说 小口诀 花茶饮 香海内 还有技术转让所得 技术转让所得 小型威力企业 以及加计扣除 加计扣除 还有加速折旧 一次性税前扣除 等等这几个关键点 要重点去把握它的优惠 结合计算的一种演练形式 另外呢 第五单元 第五单元虽然是最终的计算 但是咱总体都是概括来的内容 其实核心是第二单元呢 第二单元 应纳税所得额 算出来之后 乘以税率 就是应纳税额呀 所以第五单元 只是一个整体的概括性的 当然这里提到了 直接法和间接法 它的一个区分问题 一般的情况下 直接法可以算 如果给出来利润总额 那么一般的情况下 用间接法 间接法到底哪些文字考察 到底哪些计算考察 它应该如何纳税调整 以及它是调增还是调减 它调增调减又是多少金额 这一块以理解为主 实在理解不了 咱们也给大家总结记忆诀窍了 另外呢 源泉扣角主要是针对于这种 纯粹的非居民企业 它应纳税额的计算 怎么去处理的啊 这主要是一些小点了 那么企业所得税 咱们说完了 咱们再来看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也同样 计算 重要 计算重要 还有征税范围 也是比较重要的啊 应税所得项目 因为它和税收优惠 是结合在一块的 税收优惠也同样是属于 我们学习的重点 那个人所得税啊 征税范围 税收优惠 以及它的计算 非常重要 而计算里面 咱们 个人所得税刚学没多久吧 居民个人综合所得的 年度汇算和预扣预奖 非常重要 分类所得的应纳税额计算 考大级的某一个小问 或者是考小题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考卷里面的 必考题 一定要注意三星级考点的 重点把握 以及两星级考点的 一个熟练 还有我们一星级考点的 咱们基本上就是过一遍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 这是这些内容 那么还有的话 就是征收管理 征收管理 咱们主要作为常识一样的 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 会算清脚 注意几个小要点就可以了 不用死经营备 因为内容太多了 好 这是我们第五章的相关内容 OK 那到这儿呢 针对于我们第五章的所有内容 可以说 基本上咱们就结束了 第五章涉及到了两个大税种 一个是企业所得税 一个是个人所得税 第五章的总分值能占22分 21分左右 那这一章的一个大题呢 它也绝对会出的 14个批次 由7个批次会考企业所得税 7个批次会考个人所得税 那当然三星级考点 它同样可以作为小题 也可以作为大题去呈现 均是属于我们学习的重点 那对于这一章的两个税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包括第四章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我们俗称四大税种 这四大税种 在我们考试中就占了40多分 那这四大税种你能搞定 基本上咱们税这一块 你也没有什么难的了 好 所以一定要重视增值税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这四大税种的学习 咱们具体的内容 以及相关的总结 基本上咱们也都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好 那咱们第五章也就给大家上到这里 当然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的话 也可以关注小燕老师的微博 东奥小燕 然后进一步讨论和交流 OK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